短期来说,另外大家都可以看人民币的汇价 因为人民币的贬值是十分之急 用了这么多时间的升值,就可以用短短四天 就是离岸人民币,由6.38的水平贬到下去 是6.6的水平,实在是太夸张了,贬得太快了 恒指一直都是,如果人民币跌的话 是100%是不会跟着那个货币去跌的 所以暂时,这个政府也做过一些措施 使它托人民币的汇价 就是证明它都不想人民币跌得太有急 所以投资者就要看人民币短期会做一步是扁穿 就是政府的托市,究竟是托到 还是说进一步来说是会再一步贬值呢 关口就是6.6的这些价位,大家都要留在香港相对 是的,你也提到人民币汇价 人民银行昨晚就突然降低内地银行外汇的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百分点,去到8% 即是银行交给人民银行的外汇准备金就会减少 增加了市场外币的供应 令到外币的利率向下,刺激人民币汇价 银行就说这次行动的容易就是提升 金融机构外汇资金的运用能力 即使市场方面,利岸人民币的汇价 即是在这个消息出了之后就一度有危险反弹 收复6.6的水平 见到十年期国债了 中美息差倒挂的情况也逆转了 十年期内地国债的知识就高了美国的知识 见到昨天这个消息公布之前 其实内地股市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好,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今次的政策 你觉得对人民币汇价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作用 推远一点对A股会不会有一个好一点的支持呢 那我会觉得对于人民币是短期来说 是会有一个是承托作用的这个 因为其实政府每一次 就是说中国政府 他每一次是当出招的时候 是忍不住出招的时候 对于 currency 那个影响 都相对来说是会有的这个 譬如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事由我们看回 人民币最近升到去利岸人民币 升到去6.3多或者6.4的时候 其实你也都倒回来说 政府是增加那个 所谓的外币的 就是所谓准备金率的这个 那他一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 currency 倒回来说是升不到的这个 那变成了就是说 政府的干预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那当然了 在政府的干预之下 我们都要看回就是 究竟是 就是中国经济那个情况 或者是封城那个所谓的措施里面 会不会进一步地扩大到其他城市 这个因为现在 就是特别是昨天 就是市跌到冰方猛乱那个时候 其实市都有传说 可能首都这样 就是北京都可能是会封城这个 那如果是连首都这个 这么重镇的经济的地区 它都要封城的话 那变了是令到经济有什么虚伤疤 因为在货币里面 大家有很简单的原理而已 强角出强币 弱角出弱币 因为这个 那如果经济是进一步 是插水转叉的话 那你的 currency 其实那天肯定是会下跌的这个 所以也都希望 就是中国政府来说 就是一些重要的城市 就是除了上海以外 其他重要的城市 就不要再继续封城了 这个特别的经济那些重镇 那如果是真的这样做的话 那currency就算有政府的所谓干预之下 都会比较是难去托住这个这样的水平 那倒回来 在A股的角度 昨天是很方式地下跌 那在短线的角度 其实我都要看回 那究竟真的也是封城那样东西 究竟会不会进一步还是封城 那其实在整体 而且在企业的角度 其实有部分的股票 第一季度业绩 是真心来说相对比较差一点的 譬如说好像昨天那样 好像恒帅一样 那它都是600276 那它都是跌到停板 那应该跌了停板的 那跌了10个% 大概就是10个% 那就是因为第一季度的业绩 其实都是顺于市场的预期 这个无论营收 或者盈利的角度 都倒退了10个% 那现在 因为A股 不过来说 那个股值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在一个PE的角度 那但是呢 如果是第一季度业绩 是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点的 那其实那个 的心理压力 都相对来说比较大 那所以短期里面 都要看回那些公司 可不可以去到第二季 或者第三季 那么业绩是有所改善的